在看完《妙狗国》的剧情后,粉丝们都纷纷感叹,《妙狗国》的发展非常厉害,短短几天就建立起了一个滴水不漏的国家,建设和兵力相当厉害。 相比之前出现的几个国家,《妙狗国》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王国,那么《妙狗国》又是如何在短期内做到这么强大的呢? 其中的原因离不开这三点因素。 第一个,士兵等级制度非常完善,狗火王对于管理手手下是非常有一套的,士兵有严重等级制度, 并且他们的武器也很高级,奇力枪可以发射光弹,每个士兵进阶都需要通过严苛训练才能进阶,只有到三根筋骨的士兵长,才有机会成为将军。 士兵们纪律严明,训练有素,且侦探能力很厉害,事实上,渡冠是哪个国家? 如果没有完整的兵力等级,这个国家就会很危险,一旦有外势力入侵,就会直接被消灭。 奇猫国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,因为没有设立好的等级制度,所以就只能任人宰割。 相反,妙狗国是利用了士兵心理的欲望,想要成为将军,就必须刻苦学习,只有让士兵充满斗志,国家才会强盛。 第二个,狗国很会工业建设很发达。 在工业之块上,妙狗国的奇力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并且还用奇力石制造出了不少的东西。 妙狗国还设有奇力学校培养了非常多人才,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国家兵力。 第三个,善于合作拒绝锁国。 都知道妙狗国不像其他国家,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帮助。 他们非常善于合作,以及和其他国家打交道,并不会像奇猫国那般闭关锁国自给自足。 妙狗国善于跟其他王国,以及部落开拓经济市场,在科技上也要强于其他国家。 总的来说,妙狗国的锅里强于奇猫国十几个级别,妙狗国王大胆创新加上力将军保护妙狗国百姓的决心。 这才让妙狗国国王一代比一代强,所以妙狗国会成为史上最强王国,也是有原因的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。 喜欢的小伙伴,请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吧。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肥宅,下期节目更精彩。